我們首先要必須把所謂國際協議的簽署 跟國際協議的執行當作兩個不同的事情來去看待 首先國際協議是不是可以簽署 當然可以簽署 可是簽署完之後 它會不會完全的被執行 這個我們看到中國也簽署人權條約 中國也簽署環境保護條約 那他們有一定的去執行它嗎 那就是所以簽署跟執行是兩種不同的事情 也就是說這個協議應該照理說 還是會去進行簽署 要不然劉惠也沒有必要大費周章飛到華盛頓DC 來跟特朗普簽署這個協議 第二個問題就是在於說 那假設這個協議簽署完之後 但是按照現在兩兆的經濟結構 它沒有辦法去做2000億 或者是400到500億之間農產品的一個消費 那我們應該怎麼辦